英國政府已經在2013年10月宣布要新建新的核電廠 預定地就在記著背後這塊空地 也就是在現有的核電廠旁邊新建Hinkley Point C核電廠 這將是1995年以來英國的首座核電廠 新的核電廠位於英國西南部索美賽特郡 在這裡就像是可以看到英國核電的過去 現在和未來 藍色這棟建築物是早在1965年建造的核電廠已經除一 另外這座是新克力B現在還在運轉 但規劃在2023年除一 而新克力C就剛好預計在同年運轉 無縫接軌身負重任 宣布新建新克力C意義重大 因為它不但是311福島核災之後 歐洲第一座核電廠 也是英國邁向河南復興時代的里程碑 英國目前有9座核電廠 其中8座會在2023年前陸續除一 而最後一座就是在1995年新建的塞斯威爾B 睽違18年英國大動作改核電廠 一口氣規劃新建8座 裝置容量將近1600萬度 英國準備好迎接河南新時代 但其實在這之前 英國準備好迎接河南新時代 英國政府對核能也曾經有過疑慮 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上寫得清楚 因為核廢料處理無解 所以英國並沒有新建核電廠的打算 但是如果未來為了達到減碳目標 還是不排除發展核能 而這個但書很快就發生了 2006年當時的英國首相布萊爾 公開宣誓支持重新發展核能 英國政府隨即在2007年 進行關於核能的公民之役 2008年公佈核能白皮書 2009年成立核能發展局 奠定發展核能的立場 就算是2011年發生浮島核災 也沒有撼動他們的決定 Fukushima 這裡有很少影響 Fukushima 作為核彈和津波 而我們在美國沒有核彈和津波 所以這裡沒有跟人們相似 他們沒有看過這件事 他們沒有看過這件事 他們的信息 證明說這部電腦 沒有安全的模式 而是有更早的模式 比我們在其他國家 而其他國家現在 我認為人們會忘記了 因為這不是一件事 而是在英國的地方 是在其他地方 電視上日本福島核災新聞 看在英國民眾眼裡 眼睛下但沒有感同身受 除了兩個國家距離遙遠 還有一大原因是英國鮮少發生地震 何能對他們而言可以用安全來形容 更何況一起核安 核廢 他們更擔心氣候變遷 18世紀英國發起工業革命 他們用大量的煤炭作為燃料成就技術革新 但也就此與煤炭共生共存 直到現在在英國燃煤發電的占比還是最高 2012年英國總發電量燃煤發電占38.4% 再來是燃氣27.75% 第三名是核能18.06% 燃煤產生便宜電力 但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被視為是造成氣候變遷的元凶 21世紀的英國正保守氣候變遷之苦 從2013年底到2014年初 英國狂風暴雨不斷 九度倫敦附近的泰晤士河水未上升 沿岸上千棟房屋泡在水裡 西南部的索美塞特郡 洪水泛濫 景象觸目驚心 如果不是看到水平面露出綠色的樹木 還以為這是片汪洋大海 英國水災超過一個月 許多學者專家認為 這是氣候變遷造成的極端異常現象 對抗嚴峻天氣 阻止氣候變遷 英國第一步就是減少碳排放 我們想減少我們的碳氧燃燃 氣候變遷是大大的敵 碳氧是大大的敵 在燃燃燃燃 我們需要減少碳排放 從 2003開始 Movement移出了 在2013年 rev sorcer我們把氧燃燃 从來年興想去年 熊麗的煙囪没有冒烟 伦敦这座厨艺的燃煤发电厂 正在进行大改造 它正前方的玻璃建筑 也许就是它未来的样貌 因为这座老旧的燃煤发电厂 即将变身绿建筑公寓 而在大伦敦格林威治 1902年建造的这座燃煤发电厂 虽然还没退役 但也只是备用 附近民众说 已经有十几年没看过它运转 英国一步步借掉排碳量高的燃煤发电 但高达38.4%的发电量 还是得找其他能源替代 选项包括核能 再生能源 还有天然气 不过近年来北海天然气枯竭 英国不想断气 只得进口 在1990年代的颜色 和1990年代的颜色 因为的颜色 我们很保持预防颜色 我们是颜色的颜色 以颜色的颜色 以颜色的颜色 但是2004年代的颜色 我们成为颜色颜色 要穩定供電就不能仰賴單一能源 而英國的能源組合除了要穩定 還要經濟實惠 因為英國能源政策其中一項 就是電價必須要讓民眾負擔得起 2012年英國的住宅電價一度是13.64便室 換算成新台幣大約是6.8元 工業電價則是8.47便室 等於新台幣4.2元左右 跟其他國家相比 英國電價算是中斷單 不過電價平宜也不見得是件好事 天端全球觀光重鎮 知名景點大笨中倫敦眼倫敦塔橋總是聚集許多觀光客 晚上也要燈火通明才能吸引人群 但不知道是不是為了配合觀光景點 旁邊的辦公大樓就算是下班時間空無一人 也是電燈全開 我們在這國內很明顯地損失了很多能量 我們最初的事情要做是停止損失 我們也要注意到能量的能量 如果能夠遇到能量的能量更加快 你會減少燃油或其他種類型 可以減少燃營 英國特別是有很嚴重的房子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在燃營 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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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節能省電還不盛行 但是英國民眾恐怕得趕緊培養好習慣了 因為進口天然氣增加成本 再生能源目前發電成本也還太高 就連核能也因為砸下160億英鎊 新建新的核電廠 將對電價造成影響 對電爆營營水43 就約1至2 % The strike price came in at around £90, and the offshore wind strike price is up in the £140 range. Actually, it's significantly cheaper. The counterargument is that this price that has been committed to by the government goes for a much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n the strike prices for offshore wind. So offshore wind are going to get more money early, but maybe later they'll come down. Nuclear will get less than offshore wind, but it stays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now I'm not an economist, but there are still arguments as to, Well, if you take a 30-40 year view, is it really cheaper? 隨着核電廠建造成本越来越高,再生能源成本逐渐下降. 專家预估十几年后,这两种能源的价格就会出现黄金交叉. 所以英国选择同步发展核能与绿能。 下一则报导,我们就要带您深入英国家庭, 看看家庄太阳能板能省下多少电费。 以风强文明的英国,风力发电又是如何蓬勃发展。 为了未来的电,英国努力找出最适当的能源组合, 再生能源也是多元发展。